好 姐姐帶你來關心的是社會焦點 在今天發生了一起重大刑案 是台中發生了 碩士情侶竟然聯手殺了自己的老爸 而且這個女兒其實還是不好 老爸是欠重內鬥 讓這個女孩子能夠出國去留學 想不到女兒聯手男友把老爸給殺了 我們就在這個黃族里的一個山區的 產業道路邊的一個小水溝 有發現到這個死者 我們就雙頭進行 包括鎖定這個嫌犯 從發現大體到棄貨這個嫌犯 大概在三四個小時以內 很迅速來把它鎮破 真的要求 這個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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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子瘋子 兩個都是碩士 你爸爸是做警衛的 你如果知道他做警衛 其實收入也不高 為了讓這個女兒念書是欠重內鬥 省吃解用 這個爸爸 有兩個女兒子 還有一個兒子 他兒子還在當毒科工程師 可是他這個女兒 真的是好吃懶做 交了這個女兒 交了這個男朋友 兩個差兩歲 但在美國留學 我說你有本事你去美國 你就有本事去念公立國立的 你就不要把你老爸拿錢 那不是說托福 托你爸爸的福 把你老爸拿錢 拿到母親回來 用這種方式把你爸爸殺害 所以他是因為要要錢 老爸不給他錢 他就把老爸給殺 而且你看他為了要錢要不到 跟他爸爸已經起了武士衝突 他的父親還有跟社會局講說 我這段時間跟我們女兒子都有點 他都會常常來找我一些麻煩 恐嚇我 甚至也會出手打我 社工還跟他爸爸講說 不然你這樣 你去警察局申請個家暴令 你去趕快把家暴令申請出來 請你女兒不要再跟你靠近 不過後來他爸爸說 我最近跟我女兒的感情好一點了 所以沒有去報案也沒有去申請這個家暴 你知道我看到這個消息 我說當時警方到現場的時候 他是那個兇手 就是他男朋友 是若公腿要跟他撞死 撞死之後他是兩腿 兩腿騎著他爸爸的摩托車 夾著他的屍體 那個騎著摩托車 女兒騎了自己摩托車 騎了兩台車 女兒騎男友的摩托車 男友騎他老爸的摩托車 對 然後這樣子就騎到山區 太平山那邊 山溝里一丟 當時警方找不到屍體 因為是隔一天28號 他的小女兒說 因為我爸爸昨天打電話來說 說要跟這次出去 怎麼跟這次都不消不消 警方去現場查找不到人 然後打了行動電話給他 就發現說他的車子停在 產業道路旁邊 然後手機就在他的車子裡面 車轉飛了 車頭前的腳踏幫轉飛了 後來就很奇怪 這個就很奇怪的事情了 到現場旁邊的一個土地公廟拜拜 說沒問題給我們找到這個人 說什麼而已 馬上就找到了 馬上就找到了 找到之後就一個帆布 上面壓著石頭 把那石頭一搬開之後 帆布一拉開 看到這個死者 發現這個死者 就沉溼在那水溝 不過仁和 這個案子讓我想到蔡晶晶 因為很像 當初也是跟男友聯手 殺了自己的媽媽 同時也是為了要錢 對 蔡晶晶這個是很可怕的一個事情 在2012年5月1號 那一天其實在花蓮的那個封賓箱 海邊有人吊客 在那裡吊魚 發現一具女服飾 那個女服飾已經泡到水腫 但是她手是被反綁的 脖子有鐵絲 左尾巴口鼻也被膠帶污住 因為現場的屍體腫大之後 警方不知道什麼 你如果命案 命案 只要不知道姓名就很麻煩了 因為你沒有姓名資料的話 就是以無名思 所以第一個指紋泡到水 爛掉了 找不到 然後第二個 沒有他任何其他的DNA可以比對 那第三個 這個死者到底是誰 不知道 那結果也是剛剛講的 那個現場的偵察隊隊長 陸隊長 他就去他們那一間宮 去那一間廟 說他已經拖兩隻 這個人 這個女士 起碼你也讓我知道她是誰 結果他一講完 這句話講完之後 裡面一個住持 就是一個女生 但是就跟他講說 陸隊長 你們一群人進來那個廟裡面 一個女生站在那裡頭上 一直帶你們來 但是那個女生 差不多五十多人 很壞的 拿去拿來給我看 牙齒 假牙 拿來給我看 長得很醜 很可怕 樣貌很可怕 那個陸隊長心想 我們偵辦的案子 你怎麼會知道 這個死者他有帶附假牙 而且那時候全罩的假牙 比較少人在做 為什麼你會知道這個事情 結果他就從屏東 台東 花蓮 宜蘭 沿路查所有的假牙 假牙齒磨墊 齒磨墊 找不到 然後那個女的廟裡面 那個女的起棚一直說 女生 後面那個女生 就跟在你後面那個女生 就像我一樣 他說 自稱我姓陳 耳東陳 家住北部 就不說了 那他這個陸隊長就往北開始查 從新北市 台北市 朝到第三家 朝到第三家 找到了 一個子磨 那個做齒磨 本來沒想到 因為一般齒磨你是做磨具之後 要交給雅科醫師 可是他沒有牌 吳兆 吳兆之後他就 後來才講說 有 這個是我的個人 因為我們自己 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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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都在那裡 所以這個齒磨一探 就是他冰果種了 然後就知道說 這個女生姓陳 耳東陳 叫陳怡 住在北投 那一查 問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才是中校退下來的 問他先生 為什麼你的太太 幾個月前就報失蹤 那現在為什麼人不見 你都沒有再聯絡 然後才知道說 那一天他跟我的女兒 待會兒來說 我女兒叫蔡晶晶 說他要求他媽媽去買東西 要去看房子 結果就不見了 後來查出來 才跟這個案子一模一樣 他就是被這個男朋友 跟那個女生兩個聯手 把他媽媽給殺害了